台湾美墓寺 來到鹿港除了拜拜之外 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這邊的美食小吃 你看 整街琳瑯滿目通通都是 不過有一位一定不能錯過的 就是蝦豪酥 走 趕快跟我去找 鹿港是一個靠海的小鎮 所以在市集裡面也可以看到 許多海產類的小吃 其中這個黑糕 就是當地最有代表性的海味小吃 不過它看起來有點像蝦子 又有點像昆蟲 這邊的料理方式大多是下鍋油炸 看起來酥酥脆脆 不知道吃起來滋味如何 好酥喔 我第一次吃黑糕 黑糕吃起來 怎麼說呢 有沒有吃過那種櫻花蝦 大隻那種櫻花蝦 它就是放大的櫻花蝦 所以它吃起來呢 沒有那麼硬 然後是酥酥脆脆的 有點像零嘴這樣子 而且呢 其實老闆娘說 其實呢 它有分公母 然後母的吃起來更好吃喔 好香喔 這個黑糕的學名叫做美食澳樓菇蝦 會被叫做黑糕 是因為呢 它跟蟋蟀一樣會挖動 而蟋蟀的閩南語叫做大糕 它又屬於蝦類 所以就被叫做黑糕了 它生長在潮間帶的沙地 全世界只有台灣跟越南 還有香港看得到喔 在鹿港有句俗諺說 一碗黑糕配三碗麥 指的是以前窮苦人家吃的鹹菜窯 不過近年來因為環境改變 黑糕的數量也越來越少 有機會你們一定要來品嘗一下 不然說不定哪天就吃不到了喔 離開了熱鬧的市集 穿過古色古香的老街 紅磚色的老房子 雖然外衣斑駁 但是深刻的記錄著歲月的故事 絕對值得你來到這裡細細品味 在老街的另外一頭 有一種傳統的美食蜜蝦 正在等著我們喔 老闆娘妳好 妳好 妳這賣的這個就是麵茶 麵茶 對古早味的麵茶 很多口味 可以泡給我喝喝看嗎 好 可以啊 麵茶是六零年代 台灣很常見到的食品 它可以當正餐姐雞 也可以當零嘴點心 以前物資很缺乏的年代 貧苦的人家也會把它當正餐來吃 所以如果說到台灣的在地小吃 麵茶是絕對不能缺席的喔 老闆娘 那現在妳準備這個是要幹嘛的啊 要做麵茶 所以它麵茶的原料就是這個麵粉 麵粉 要開始用麵粉開始一直炒炒炒 像我們早期沒有烤箱 就是用那個火爐就慢慢 慢慢就這樣在鍋盛 慢慢炒慢慢炒不可以停喔 停在鍋鍋 這樣不可以停就這樣慢慢一直炒 炒到變顏色了 變到有點像咖啡色的 就要趕快起鍋 起鍋要慢慢炒才不會烤焦 看到這裡 你們有沒有覺得 麵茶跟麵茶兩種東西 好像有點像對不對 不過老闆娘說 他們的成分可是完全不同的喔 麵茶是把糙米爆開磨成粉狀 而麵茶則是用麵粉加糖炒出來的喔 就這樣慢慢攪拌啦 哇 欸好濃稠耶 台式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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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台式下午茶 我在鹿港吃到了台式下午茶 因為以前早期麵粉是麵圓的嘛 這是美金空投的嘛 然後美金空投家人家做什麼 但是在以前沒有泡麵沒什麼 就這個自己自己在那個鍋子 用鏟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它也在以前 如果經濟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它算是營養食品的 營養食品的 我就吃這個長大啦 像我以前身體不好 我以前身體腸胃不好 如果請家門去學校 我爸爸就會弄個麵茶熱熱的 讓我喝一下 這真的有富愛的感覺 然後這個麵茶有一個富愛的味道在裡面 有富愛的味道在裡面 對 把這個有濃濃在地味的麵茶 當作伴手禮 我想應該可以勾起很多人 小時候的回憶 在蛋糕咖啡盛行的年代 來上一杯台式下午茶 我想一定別有一番風味 有了台式下午茶 再跟大家推薦一個台式點心肉包 不過美味是需要等待的 超好吃 肉汁 超甜的 根本就已經快要是湯包了 它下面都有那種濕濕嫩嫩的肉汁 而且它這個皮呢 破薄度剛好 然後沾了這個湯汁 還有它的那個肉 光脂皮都好好吃喔 這一間老字號的包子店 從日治時代就開始經營了 不過口味可是不斷地精進改良喔 他們用進口的酵母發酵 讓包子的皮變得又綿又細 而包子的內餡肥瘦比例恰恰好 蒸出來的湯汁味道香醇鮮甜 一口咬下去 我想幸福的感覺大概就是這樣吧 道地的台灣美食 還有豐富的傳統文化 鹿港在我心中 是一個有厚度的小鎮 這裡保留了祖先流傳下來的公益 台灣人民的心靈寄託 還有在地文化發展出來的特色小吃 你以為我的旅程結束了嗎 不 我的旅程才正要開始